她说 她说她知道他们俩不一样 所以他们俩一定是基数 没错 他们俩一定是基数 她说她哪怕不听她说 她都知道他们说 她也知道他们三个不一样 没错 我得跟他们不一样 那我必须是一个比七大的基数 我才能确定我跟他们不一样 对吧 七也可以吧 对 七是肯定没问题 七 九 十一 所以那要这样说 她一定比七小 要么就十四零零 有没有可能十三一零啊 不会的 十三一零 每个人一定都有 每个人一定都有 还有可能 如果她是七的话 有可能这个是三嘛 那这个就是四 为什么她是三 因为她要确保她是基数 对啊 一或者三或者五 我现在已经能够确定 我们三个人收到的末个数 分别是多少了 这个 这个答案应该只有唯一 那咱们就得排列一下 十次的排列组合有多少 哦 我知道了 小史说她听过那个 她们两个的话 就能知道每个人的个数吗 所以三个人的这个个数组合 是唯一的 假如小史是二 那么她们这三个人的组合 有可能是二 十一一 二九三 二七五 答案不是唯一的 假如小史是四呢 她们三人的组合就有可能 四九一 四七三 答案也不是唯一的 只有就是小史她是六的时候 她们三个人 只有一种排列组合的情况 那就是六七一 七六一 七六一 好 七六一开了 对 走吧 可以打七六一 我们那个逻辑是对的 很聪明我们俩 走吧 走